《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身邊有沒有朋友是零零射射hyper的呢 hyper這個字甚麼都很緊張 令人很不安 很多動作 神情永遠很繃緊 hyper這個字比較新潮 一般來說我們平時的字眼就說 這個人比較tense 是past tense present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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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做形容呢 就是說他是一個很uptight的人 甚麼都很緊張 neurotic就更高一點 就是神經質 he is such a neurotic person 神經質到他 fidgety就是另一個說法 就是 也不是一定tense 就是擺來擺去 坐在這裡和他吃飯 叫了東西的東西未來 一會兒就搞一下茄汁 搞一下紙巾 搞什麼 fidgety 就是手是不停的 不知道擺去哪裡 或者站在那裡的時候 腳就擺來擺去 移前移後 fidgety fidgety 然後hyper就甚麼都有些 這些呢 就一般來說 現在潮流很喜歡說這些字眼的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bsessive就是 躺在一件事上 譬如沉迷 中文最好就是沉迷一件事 compulsive是自己控制不到的 一定是要逼出來的 compile走出來的 disorder就是一種病 order是亂了的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最普通的就是 有些人有潔癖的 譬如我認識有人 碰過錢之後 無論是紙幣或者硬幣 他時必要洗手 一定要洗手 否則他不能生活下去 比潔癖再高一點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就是強迫性的一種行為 這些人這麼緊張的人 他就起露營珠色 你看到他做甚麼 相反的就是 有些人很放鬆 很放鬆 影帝 最懂得演戲的人 最高的層次 就明明做了些壞事 人家說 你做些壞事 他就可以 我很喜歡這句說話 一個phrase來形容 是假裝了 很無辜 我只是小白兔 怎麼形容呢 putting on putting on 就掛上一副什麼樣呢 an air of 面貌表情 受傷的清白 被侵犯的無辜 是假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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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日常生活 平時看身邊的人 你都看到 真的有很多不同性格的人 今天又談到這裏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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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用網站指定 ニューダー 就是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